家里面养了这几只鸭 养了差不多半年了 它都不生蛋 今天把它抓了吃了算了 哇 这个鸭好重啊 应该有个9斤10斤左右 烧一服开水 这个鸭是会供的 所以不生蛋 鸡很容易变别出来 是供鸡还是母鸡 但是鸭不知道是供鸭还是母鸭 以前还有人收这个鸡毛鸭毛 现在没得要了 这个羽绒 我们穿的衣服里面就是这种羽绒 很细很细的 好短的 我这件衣服都穿了8年了 鸡毛就好像没得要 只有鸭毛 鸭毛太难拔了 好多细毛拔不掉 因为每次把它烧一下这个毛 差不多拔了40分钟了 特别是脖子上那些毛 就是穿的衣服里面的羽绒就是这种 这种羽绒很保暖的 所以压了它冬天都不怕冷 哇 这个肉好多啊 嘎之窝那里 毛还没拔干净 一只鸭都把整个锅都沾满了 看我 笑一个 给点面子嘛 你看我嘛 吃点干辣椒 还有生姜 吵死了 你一天到晚都笑 叫叫叫也不生蛋 明天就吃了你 你还叫 可以啊 可以啊 还生了个蛋 往上一起来剪 看我妈开心的 炒个菜还一直兑小孩 老妈当奶奶了 开心得很 放辣椒喽 哇 里面炒出这么多油了 买了一包 放完了 买了一包 放完了 你看那个肉上面白花花的 放两瓶啤酒进去 吃中午饭啦 几个碗还装不下 几个碗还装不下 天气冷呢 就放到上面倒火锅吃 我弟他又去别人家吃饭去了 然后我们自己几个人在家里 吃吃吃吃鸭肉 还是在农村好 然后自己养鸭养鸡什么的 而且这些肉质都是非常好吃的 有时间大家到我们家来过年 我们家的鸡鸭鱼肉 你随便吃 随便抓 就是不能带着回去 正好回来了 你去哪了 你在外面吃饱了 像是我们在家里吃鸭肉的时候 你不在家我们就把门拴起来 可以 我去吃早餐的 你会或者会受到最深的